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啊 今天的话呢 大盘基本上还是一个跳空低开啊 探底回升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回升呢 到最后也是下跌了27个点啊 那支撑的话呢 大概在3838点左右啊 这是这个标普指数 作为总体来看的话呢 市场在前期的低点啊 3800点到3840点 这个区间的话呢 获得了一点点支撑 但是短线的话呢 对于这个反弹的通道 上涨通道进行了一个破坏 所以说呢 目前这个位置啊 反弹的力度空间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也就是说呢 从3838点开始啊 到前两天的反弹高点啊 然后到3939点 这个区间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啊 这个趋向性 呃到4小时级别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反弹的通道 向下破坏的这么一个态势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呃从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的不理想啊 只是说在3800点的前 前期的低点这个位置的话呢 获得了一点支持 但是这个支持能够支持大盘 走多远走多强 我们呢都是问号啊 都是问号 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的话 今天就是这个一个瑞信 一个PPI 那市场的话呢 还是给了呃 这个 尤其是瑞信这个事吧 啊 其实瑞信这个事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什么流动性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哈 具体内容 我相信啊 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啊 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件事观察的重点啊 观察的重点 我个人感觉是时间啊 因为他不像硅谷银行刚刚爆出来 然后马周四爆出来 周末出政策 周一就解决 对吧 咱们不管是暂时性解决 还是彻底性解决 至少啊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不要让恐慌性蔓延 啊 那我们说美联储就像啊 八百鱼一样 一个手指用完了啊 一个手指堵窟窿用完了 那好呢 现在瑞信出来了啊 瑞信出来以后的话呢 最新的啊 瑞士的这个银行和这个金融保险出来说啊 没问题 如果需要关键时刻我们会出手啊 那瑞信的话 瑞士的话也是做这种动作吧 啊 做这种动作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说 瑞信的事最大的关注重点是 它不是刚发生的 它已经发生了有三四个月左右了 对吧 已经发生了三四个月左右了 那么在这三四个月左右的这个状态下 都没有达到解决的状态啊 没有达到解决的状态 反而现在啊 再推出来了 那沙特主权基金说 沙特银行吧 他说我们不不啊 这个先暂时不注资了 对吧 那没办法 那这直接啊 瑞士国家的找国家要的要的东西 那么 瑞信的规模啊 瑞信的规模和总体上这个地位可能要比硅谷银行要要大很多啊 我印象上一次好像有数据表明 美国政府好像给瑞信住过资啊 好像美国给瑞信住过资 这一次还住不住 不知道啊 不知道 那这是总体啊 这是总体瑞信的一件事 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这么长时间这个事都没解决 对吧 在这个关键时刻又爆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画一个问号啊 画一个问号 那好了 那下一步 那其他其他国家就没有吗 肯定不会 肯定会有 对吧 肯定会有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群黑天鹅在天上飞 不知道哪只落下来啊 那这是到现在为止呢 对总体旁边的一个判断和 这个 思考吧 和思考 那这一点翻过去之后呢 那现在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啊 三月份啊 可能这个五十个基点就不考虑了啊 我们就二十五个基点 甚至于现在的话呢 说不加息啊 甚至有声音说要降息 那首先来说的话呢 美联储降息 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否定 哪怕万分之一 对吧 这个可能性我们先不能否 但是呢 这个 结果 我相信美联储比谁都清楚 昨天咱们说过 对吧 大盘这一路上涨 包括现在的通胀 都是因为货币超发的问题 都是因为货币超发的问题 那么 所以现在你收缩货币之后 黑市也好 瑞信也好 那个ftx也好 这个硅谷银行也好 出现都出现在流动性问题上 对吧 都出现在流动性问题上 那好了 那现在 你现在 质不质通胀 你还是 这个 饮震止渴 饮震止渴 然后 我们 先宽松一下 然后 让市场怎么怎么着 那通胀如果飞起来 达到不可控的状态 那恐怕 你再想控制的话 难度就大大增加 难度就大大增加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到目前为止 美联储现在 他一直想软捉路 软捉路 但实际上是软捉不了 对吧 软捉不了 怎么软捉呀 对吧 怎么软捉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 是到目前为止 是到目前为止的 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思考 那这是思考了 那思考之后的话呢 我们得落实到操作上 那好了 那现在 明天会怎么走 明天会有哪只黑天鹅 飞过来 对吧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现在按纯技术图形 炒作的话 可能难度非常大 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今天的VIP当中呢 打过比方 一个健康的小伙子 在运动场上 然后这个摔倒了 我们在篮球场上 足球场上经常看到 摔倒了 站起来活动活动 继续 没事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他在参加比赛 荷尔蒙分泌的比较 比较那什么 然后比较亢奋 我们平常人呢 对吧 不注意摔一下了 哎呦 脚的挺疼啊 对吧 得歇歇 恢复恢复啊 如果一个风筑残年的老人呢 摔一下了 对吧 骨头截都摔散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就是 对吧 市场亢奋 对吧 这个又发货币 啊 市场又上涨 那市场非常亢奋 你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点瑞信的事 也会有风头去投资 对吧 也会有风头去投资 对吧 这个也有点像特斯拉 特斯拉前一段时间 什么这个投资 风头 对吧 都有不断的投资人进场 现在特斯拉 我们看就有点难度了 对吧 融资就有点难度了 这一点也体现在什么瑞信上 也会体现在硅谷银行上 也会体现在黑石上 对吧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平衡市就相当于我们普通人摔个跤 下降市 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市了 对吧 那这个下降市呢 那你摔一下的话 恐怕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 哎呦 那谁摔倒赶紧扶起来 谁摔倒赶紧扶起来 对吧 多米诺的骨牌 任何一张也不能倒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摆在美联储面前 是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在没有出现 硅谷银行 在没有出现瑞信 今天的事之前 我们就说了 美联储想软着陆 我们想稳稳当当的软着陆 怎么怎么回事 但是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你怎么能够保证 那么轻松的就软着陆啊 对吧 你在这边已经收紧流动性了 对吧 这些高负债的流动性比较低的 这个 这个 这些企业也好 这些什么主权基金也好 对冲基金也好 风投也好 怎么可能 独善其身 怎么可能独善其身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也体现在黑石 在商业地产上 违约的这么一个状态 违约这么一个状态 你很 你很清晰的看到 流动性不行 商业地产出问题 对吧 那你现在的话 你可以随意的出去遛一遛啊 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经常出去 比如说你购物啊 也好 在工作的路上也好 你看各大 这个商圈都会贴着出租 出租出租出租 对吧 都会贴着这个牌子 对吧 为什么 商业地产不行啊 对吧 商业不赚钱呢 对吧 商业这个各个行业不赚钱 然后导致商业地产租不出去 商业地产租不出去 你黑石怎么给股东创造利润 对吧 创造不了 那你现在赶紧卖吧 你现在卖资产还可以 对吧 所以说现在呢 黑石很多 这个金主都说 你不行 你卖资产 对吧 你现在卖的话 最起码比两年钱还便宜呢 而且比两年钱还贵呢 还能赚钱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 大家都选择了避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对于市场 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考 然后再传导到我们的操作上 那你既然不知道哪天 哪只黑天鹅掉下来 你既然不知道市场下一步会怎样怎样 那怎么着 那你就算了呗 对吧 要不然日内有把握的进去炒 没有把握的炒作日内 当天也要跑 对吧 亏点赚点也要跑 如果你想操作一些趋势性行情 那么选择的标的物可能会比较少 比如说看空的东西 比如说金子的多头 对吧 原油我们前两天说下降下降下降 这个已经体现出来了 今天已经打到多少钱了 打到76吧 哎对对 66 对吧 咱们昨天说过66块6毛6会有支撑 为了好计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原油已经体现出来了 对吧 金子今天也体现出来了 所以说从这个交易方向上 如果波段性的方向 基本上原油的空头 黄金的多头 嗯 大盘的空头 当然这个大盘的空头 表现出来会比较难 啊 因为你不知道 会不会就是啊 然后你不知道就是的效果怎样 啊 你不知道啊 所以说从这两点上来讲的话呢 市场有可能在美联储三月份议席会议之前的这几个交易日啊 如果不再出现什么黑天鹅的情况下 在这几个交易日可能会有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啊 横盘震荡的走势啊 大家注意啊 在我这是呃 当然是交易的这个感觉了 盘面感觉交易经验 我感觉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一个横盘震荡的走势出现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基本就这样 所以呢 这是大盘 那么我们的操作策略就不用多说了啊 日内操作 日内了结 无论赚 无论赚钱和归钱 这是从日内角度上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就是我们资金要严格管理 周线级别上涨通道已经破坏掉了 看到了 上涨通道已经破坏掉了 在这个位置上或许会会横一下啊 或许在这个位置上会横一下啊 如果没有黑天鹅的情况下 然后如果一席会议 反正一席会议之前 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表现为一个横盘震荡的状态啊 横盘震荡的状态 那么震荡过后 等一席会议出来 那大家说了 哎 他万一不加息呢 他万一降息呢 对吧 你的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万一降息呢 那我们就得看市场怎么理解了 我个人感觉 不加息降息 对于市场来说 不是好事 啊 不是好事 通胀真的飞了 怎么办 对吧 你再想治 对吧 没联储 你再想治 你现在加息已经加到这个程度 原来的房地产贷款 呃 二 百分之三左右吧 啊 现在已经将近百分之七了 对吧 你在这种情况下 核心通胀 粘着性通胀 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起色 你还要 你还有可能降息吗 你还有可能松口不加息吗 对吧 那你这个核心通胀 粘着性通胀 那你更下不来了 对吧 更下不来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美联储 降息或者不加息的概率很小 很小 呃 如果加在加板当中的话 25个基点吧 我个人更倾向于啊 25个基点 对于美联储的这种做事的这种这种风格 对吧 当然呢 他站在他的角度上 他当然不希望美国经济衰退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这个动作站在他的角度上 咱们能理解啊 我稳着一点 让他软着路一点 怎么怎么回事 这些哪些 问题是 从09年到现在为止 你撒出去的钱 有多少 你心里头没有数吗 对吧 你心里头没有数吗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自己当中 是不是 我们呢 就得 做好最坏的打算 对吧 一个是资金管理 在现在的市场当中 我们的资金要控制在一个非常非常窄的 呃 这个炒作范围之内 第二啊 就是在操作风格上 如果能日内了结 就日内了结啊 就日内了结 如果你想做隔夜市场 那么你就应该把仓位降的极低啊 降的极低啊 那这就是到目前为止 大盘的一个总体判断了啊 那下一步的话呢 就是比特币啊 比特币的话呢 如果想做四小时级别 21周级均线 这是最最保守的介绍点了啊 也就是说今天呢 长下营24000左右 但是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他的小币种都出现了下跌啊 都出现了下跌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目前的这个金融环境 对于比特币来讲 我个人感觉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啊 如果你真的想操作避险抗通胀 金子是一个很好的标的物 他现在短线打到了前面的高点 出现了主动性调整 所以说呢 呃 在调整的低点可以做适当的考虑啊 可以做适当的考虑 多头啊 黄金多头 然后是原油啊 原油的话呢 今天就不用再多说了啊 劈了啪啦就打下了啊 最低的话呢 已经把我昨天说那低点66块打穿了 最低的话打到了65块多啊 但是咱大概给的位置啊 66块6毛6有支撑 主要是为了好记啊 主要为了好记 所以短线的话呢 在这位上有超跌 有反弹的需求啊 超跌反弹的需求 但是呢 趋向性上来看 这个位置爬了这么长时间 还往下漏 所以呢 总体来讲的话呢 对于原油来看 目前还是一个 看下跌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操作级别上来讲的话呢 呃 四小时级别的均线啊 至少四小时级别的均线系统 在没有向上收好的情况下 我们不做多头的一个方向啊 这是原油 天然气的话呢 昨天前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啊 天然气的话呢 应该是在处方的两块六毛七 两块六毛五吧 两块六毛五上方 应该到两块七之间 会一组会回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已经看到回落了 今天的话呢 最低也是达到了两块三毛九五分钱左右 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支撑 做反弹动作 目前来看的话呢 还是把它判断为相形 啊 判断为相形 那么相形的话呢 上边沿两块六毛五 下面沿两块四啊 这是这个总体的判断 嗯 后面的话 我们再看天然气的总体表现啊 再看天然气的总体表现 呃 这个天然气的话呢 从周线级别的话呢 已经达到了呃多年的低点 而他呢 又有点 这个公用事业的板块的性质啊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呃 在这个区间 我们再大肆做空的 这个空间相对比较有限了啊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啊 这个短线超跌也好 反弹也好 中期是不是底部也好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呃 应该一步一步看吧 啊 现在第一步的话呢 先看两块四到两块流氓五之间做相体 方向性选择 个人感觉周线级别 应该还有一波反弹啊 当然这个反弹的话呢 应该得耐住性子啊 耐住性子啊 这是关于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总体判断 那咱们看一下上期的问题啊 上期的话呢 有三位朋友啊 然后这个安州啊 这个谢谢啊 然后刘洋说做短线好了 上升趋势股啊 回调低期 呃 下降趋势股反弹高抛啊 呃 反正最好就是做短线做日内了啊 因为真的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啊 呃 盈说上周啊 你看小麦同学今天好像有点冒头的样子 图形是否见底 三周前开始向下有新闻 美国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百分之 但新闻却把去年年底干旱和冷冻 导致了30%隐匿了啊 然后显示今年3月4月会出现啊 冬季延长啊 然后会让小麦进一步减产啊 WEAT啊 WEAT以前我们好像看过啊 WEAT现在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啊 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目前来看还是处在下降趋势啊 只是今天的周线级别啊 在这个位置上做有了一定的技术支撑的反弹 啊 技术支撑的反弹 嗯 个人感觉啊 在观察观察吧 啊 个人感觉在观察观察吧 啊 这个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啊 这些因素 气候啊 俄乌战争 然后影响他这个收成 对吧 影响他的收成 但是呢 现在 嗯 需要再看一看啊 需要再看一看 周线级别没有任何的 呃 没有任何的这个 呃 反弹的这个 动作和迹象啊 没有任何反弹和动作和迹象 所以说呢 如果说从周线级别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一个反弹 然后清晰的看到这个反弹 对吧 那所以说呢 你现在这些交易中心还都在逐击下降啊 逐击下降 所以呢 你现在操作级别的话 恐怕也只是目前 恐怕也只是这一波啊 这一波下降的操作级别啊 也只是这一波下降操作级别啊 上当压力八块 然后下面的话 它到六块七 所以呢 你要是观察内部结构的话 恐怕最多最多 也就是三十分钟级别啊 先按这个反弹来操作啊 然后后面再下一步 再看交易中心的问题啊 那这是这个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总体的 嗯 总体的这个旁边的一个呃 表现吧 啊 旁边的表现啊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啊 然后呢 这个呃 咱们呢 这个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次节目的话呢 呃 会做简要的解答啊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